涉及枪擊案件 油門一踩飛車逃離 而主賢在犯案八小時後 狼狽落望 说自己没有开枪 但被害人是他带人押走的 大清早在庙门前发生枪擊案 让民众吓坏了 周芬琪扯上的是诈骗集团 因为成员分赃不均 雙方在林雅区一间五天狭路相逢 爆發冲突 灵性男子遭殴打 押上车 一路被载往子关區 过程中他打电话求助 没多久就演变成枪战 两名来支援的友人中枪 听到巨大声响 出来查看的庙宫 无辜被波及手臂和腹部中弹 强制威力强大就连周边民宅玻璃 都被射穿 警方锁定多部人车巡线追气 另一名涉案的旅姓壽年也没逃过罚网 一长一短共两把作案枪械 以及多发子弹被起获 集团内部纠纷 双集无辜 犯案动机和强制的来源 随着主嫌落网之后 都得一一向警方交代清楚 华氏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冯维之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